基于环保与资源考量 循环经济已经是国际趋势 近年来相关议题在台湾越来越受到重视 政府为了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以及发挥国内产业优势 也积极地推动循环经济产业的创新政策 在经济部技术处的支持下 金属中心在推动循环履材创新应用制程技术 有四大策略蓝图 带大家直及循环履材的创新应用 机器手臂夹起铝合金板料 放进加热炉中到固容温度 再放到800 吨成型机高压成型 短短几分钟 有着复杂曲面的车门防撞梁 单道次一体成型 如果少了加热这个步骤 可是会瞬间催裂 你如果说不加热 你要用冷间成型的方式去做 它可能要一到三道次 甚至四公层道次 它才能成就这样的一个成型 不见得是要比这个所谓一公层道次的温热成型 要来的更节省人耗跟人资源的这个节省 这是国内第一条高强度铝合金板材 温热成型制成专用示范产线 不仅可以减少废料60%以上 还能降低加工时程 提升生产效率50%以上 同样也是全国第一 3D曲面摩擦搅拌焊接示范产线 搅拌头在两个要结合的材料中间 做高速旋转 摩擦升热下两边的材料软化 搅拌结合 除了2D平面 3D曲面也可以做到 它是变形量比较少 所以我们用这种工法在施做的话 它基本上产生不良率的废料 或者是这些比较少的 这源头开始就把所谓的废料 这边把它节省下来 大概可以节省到40%的能量 像这个铝合金沙滩车轮圈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取代传统电弧焊接 不仅结合强度增强25% 抗震性也因此提升 生产成本还降低20% 技术也可应用在5G讯号两侧装置 渴望成为建构未来自通讯产业的关键能力 另外还有应用回收铝料多孔性重型与制成技术 以及洁净化回收铝高品质真空压住制成技术 都是为了因应近年循环经济重要趋势 国际企业都逐步订定回收再利用的永续发展目标 为了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也积极推动 其中关键议题只有包括 赞生金属循环创新技术 让多年来辅导国内金属 以及相关制成工业升级的金属中心 积极推动循环铝材创新应用制成 在整个轻量化的眼镜当中 铝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透过材料的精炼 然后把废铝材的精炼 然后以至于我们的铝的来源 就能够降低对国外的需求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在整个铝的制程部分 有所提升 那未来我们想要努力做的是 这从材料到后续的制程 整个的一个规划设计 我们都要能够透过数位模拟的方式 来达到这一块 国际市教机构估计 全球赞生金属市场规模 将由2019年的5435亿美元 成长到2026年的7504亿美元 非铁金属当中 赞生旅占比46%居贯 国内生产方面 2019年产值达新台币1174亿元 比2018年成长8.9% 产量也有2015年的102万公顿 成长到117.2万公顿 产值与产量都往上提升 除了说精量化的需求 那当然我们从整个效益来讲 它用废铝材来得到存铝 这件事情它是省能源的 也减碳的 这时候它加工的制程 就必须要去改变 以至于能够满足 最后的那个end product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规格 所以说那个过程 一个制程的一个改变 就相当重要 与原铝相比 赞生旅的生产 可节省90%以上的能源 绿色环保指标 也是赞生旅表现最佳 因此考量市场需求量 与工业循环 绿色环保表现 优先聚焦在铝金属上 现在国际的政策 一些国际大厂 标杆产的要求之下 其实国内在金属产业的 上中下游 都会遭遇到循环这个issue 把原生料的使用量降低 使用这个再生料添加比例 从20%能够增高到30% 这样的话可以争议我 所谓的整个国内 或者是产业链的循环这个利用 在基地部技术处的支持下 金属中心积极推动 循环履材创新应用制程技术 目标协助业界设置 高值循环绿色制程产线 提高回收铝量粘处铝量 增加产值与国际接轨